院总理温家宝昨晚飞比青海玉树 前往地震灾区查看灾情 探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温家宝首先赶往灾情最严重的节骨镇 在节骨镇民族商贸城倒塌的废墟上 队员正在搜救埋在废墟里的群众 温家宝爬上废墟查看 温家宝说 玉树遭受了一场特大的地震灾害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这里的各族人民群众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位任务 是救人 我们已经派来了大批的救援队伍 还有增加新的救援队伍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就会尽百倍的努力 绝不会放弃 各位各族的乡亲们 兄弟姐妹们 你们遭受的灾难 就是我们的灾难 你们的痛苦 就是我们的痛苦 你们失去的亲人 也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和你们一样 向他们悼念 我们心里非常难过 目前还处在救援的关键时期 我们要团结一致 把救援工作做好 同时请大家放心 我们一定会把这里的生活安排好 在西杭村 成都消防队正在一处坍塌的居民住房搜救群众 温家宝踏着断裂的钢筋混凝土板 爬上几米高的废墟了解搜救情况 并向救援队员表示亲切慰问 温家宝叮嘱救援队员 还是这句话 救人要紧 一线希望 就要用咖啡的 绝不放弃 特别是在 这72小时内 尽全力 尽全力 随后 温家宝来到玉树州民族综合职业学校 当得知到他的教室中还有学生 目前也没有生育迹象时 总理神情十分凝弱 他捡起散落在废墟中的一张 学生写的作业和课本 紧紧捏在手里 天色向晚 温家宝来到玉树州人民医院 走进医院大院里搭建的帐篷里 看望受伤的群众 温家宝叮嘱医疗人员 一定要抓紧治疗 重伤者要尽快转移 温家宝还连夜主持召开会议 听取玉树抗震救灾情况的汇报 并做了重要指示 会议结束后 已临近午夜 温家宝步行到体育场群众安置点 看望群众 今天上午 温家宝继续在青海玉树地震灾区考察 他深入受灾严重的孤儿院寺庙 到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 看望慰问各族群众 温家宝十分牵挂地震受灾的孤儿 温家宝查看了孩子们居住的帐篷 询问了伙食情况 温家宝嘱咐道 一定要让孩子们吃饱 吃好 温家宝说 是孤儿 但并不孤单 无论你们是藏族 汉族 大家都是一家人 要互相照顾 当了解到不少藏族僧人 自觉加入到抗震救灾队伍中去 有的甚至是千里迢迢从外省赶来 温家宝十分感动 他蹒跚登上海拔3900多米的禅谷寺 专程看望寺庙的僧人 他说 在抗震救灾中 不少地方僧人们组织了救援队 体现了团结一致 共和时间的精神 回粮域 马凯 孟建柱等一同考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昨天主持召开会议 听取预述抗震救灾情况的汇报 并做了重要指示 会议指出 抗震救灾要重点做好十项工作 第一是救人 这是当前抗震救灾的核心 是第一位的任务 要坚持到底 绝不放弃 第二是医疗工作 要及时抢救受伤人员 伤势严重的要迅速转移到周边条件好的地方救治 第三是安置群众 绝不让一个群众挨饿受冻 没有干净水喝 第四是基础设施恢复 要尽快恢复供电 保证安全用水 所需柴油和发电机要予以保障 第五是预防余震 国土地震部门要及时做出预报 防止次生灾害 第六是做好受灾群众生活补贴发放工作 第七是搞好灾后评估 尽早制定重解方案 第八是保持社会秩序稳定 第九是信息公开 做好抗治救灾工作的宣传和舆论引导 第十是加强领导统一指挥 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各司其职忠于职守 每个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表率作用 团结广大群众战胜这场灾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今日在湖北调研时强调 要切实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 取得时效 努力把湖北建设成为 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贾庆林十分牵挂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的 地震灾情和灾区人民 他强调 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 投入抗震救灾 把抢救人的生命作为第一位的任务 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坚决维护社会稳定 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各方面都要发扬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精神 积极投身抗震救灾工作 千方百计救援人民群众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贾庆林此次调研的一个重点 他指出 我们要深调